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电影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女邪母亲为救女儿 冒险与扮男装的故事 在男权统治下 女邪红漂亮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 为了不让即将出生的女儿变性 于是他拿起小刀 把玉警小弟打败后准备越狱 无料被玉警长发现 于是他带着手下准备捉拿归岸 但逃生欲望极强的红漂亮 三两下就把他们解决掉了 尽管红漂亮成功地保护了孩子 但是由于长期没有食物 导致女儿缺乏营养 无法健康长大 于是红漂亮决定用玉警长的尸体 来伪装自己成为男邪 就这样 红漂亮来到了男邪工作的地方 红漂亮起初很不适应这里 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打击 但是为了女儿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痛苦 工程里男邪们都在偷懒 打算投机取巧来获取报酬 尽管红漂亮勤勤恳恳地工作 但却只带来了每月多亿元钱的报酬 在男权统治下 男邪也分三六九等 这边在一个商务会议室里 高层开始了喝酒论功环节 只要好好陪领导喝酒 从身体里面酷出领导喜欢的东西 就能获得高额的报酬 红漂亮拿着微薄的薪水 根本解决不了女儿的食物 为了得到高薪水的红漂亮放下了一切 决定去喝酒取越高层 然而身体功能的不同 导致红漂亮拖出来的物件 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红红的车离子 就这样拖了出来 高层见状连连惊呼 真是喜欢这让他上头的车离子 大老板利用高额价钱 诱惑了红漂亮 在这权力至上的男权社会中 没有公平可言 只有利益权力关系 紧接着 红漂亮被送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 被迫生产着车离子 大老板知道 只要自己将红漂亮据为己有 自己就会有取之不尽的车离子 红漂亮每天大量吐出樱桃后 自然而然地帮助了身体结构 大老板发现 红漂亮顺与协议后大发雷霆 他调动了所有的手下 试图给红漂亮做变性手术 尽管红漂亮奋力反抗 但他广不敌众 最终走向死亡 正当大老板以为改变成功之时 红漂亮突然醒了过来 变得更加强大 在男权和女权的争斗中 红漂亮胜利了 打败了男权领导人 红漂亮来到工厂 将所有报酬收入囊中 还把一个男鞋变成女鞋 最后一把火点燃了男权工厂 回到家中 红漂亮将所有的食物喂养了女儿 女儿得到营养就快速长大 于是红漂亮在鸡寒枪破种 将自己的生命燃尽 最终 女儿是因为意爱 成为了女性权利的领导人 沉浸在鳄鱼奉承之中 无法自拔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知识